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欢迎回到莉莉哈哈的访谈系列啦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Sara 她过去是在台湾念工业设计 然后呢 她原本已经申请到了美国的研究所 可是最后还是选择到德国的布莱美艺术学院演服装设计 至于为什么她要从工业设计转到服装设计啊 然后为什么放弃到美国就学而选择了德国呢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哈喽Sara 哈喽莉莉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就是想说为什么你当初会想到德国来念硕士 主要是因为我大学的指导教授是德国人 然后加上我大学有一堂理论课我们的时候 到德国来参访两个礼拜 那时候就对德国留下很好的印象 就觉得好像来这边念书其实还不错 然后加上我大学主修工业设计 所以当时是我的认知是我会继续念工业设计 所以就以德国为目标 啊OKOK 了解 好然后再来就是呢 那从工业设计转到服装设计是可以的吗 还是说会有课程符合度上面的问题 嗯基本上是没问题 主要是你不要跨学院基本上 比如说文学院要转设计学院那这都会有一点问题 但是如果是都是设计相关领域 就这个学群的话那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啊了解了解 就是一些那比如说以我的例子的话 我就必须自己跟上一些skill update 比如说工业设计转服装设计 那别人都已经会使用缝纫机 有基本的缝纫技巧 那我必须自己课外时间再去学 啊好了解 那这边想要再多问一个 就是说为什么会想要转成服装设计 没有想要继续念工业设计 这就讲到我的痛点了 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服装设计是第一志愿 可是台湾最有名的就是那一家嘛 就没考上 所以就转到第二志愿就是工业设计 所以后来在选学校的时候就发现 诶我可以申请 然后刚刚好这间学校又有服装设计 所以我就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就申请看看 然后就上了 啊了解了OK 好算是原自己当初的一个梦想 对 好那就是你除了申请布莱梅 就是艺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之外 还有申请哪些学校吗 我只有申请两间 一间就是布莱梅这一间 另外一间在Branchevive 然后Branchevive那一间 后来我也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它是真的是非常走理论派的 那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了解好 那就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感觉就一定要讲作品集啦 那你作品集的准备会很困难吗 我觉得作品集的准备是 就是它不是一个有办法 你短时间内就突然生出来的东西 是反正就我这四年间做的东西 每一次做就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拍照 就是好好的帮作品拍照 那记录一些过程 然后还有包括我的研究 调查还有所有的过程 就是模型制作过程什么都要拍照 然后最后就是有什么写什么 越丰富越好 就是不能到最后才来准备 一定要以前就慢慢一步一步准备起来这样 对所以我在最后在做作品集 我没有觉得特别有压力 是因为就有一个资料夹 你把所有资料拿出来 排版排一排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样好 那你有提到说 你之前也有申请美国的研究所 那后来为什么考虑到德国来念 当时我其实蛮两难的 因为美国的是我大学毕业前申请 就已经确定录取了 那后来我也有去当地 就是去跟他们的这个学生办事出面谈 都觉得还不错 可是因为其实就觉得 好像德国这件事情还是挂在心里 就觉得好像没有尝试 以后可能夜深人静 午夜梦回想起来会觉得 如果我当时有试试看 是不是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因为我当时也觉得 那可是我如果去德国 我第一年是只有语言学校 那语言学校一年念完 也不见得就真的会有学校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 就在签放弃入学的时候 我也是心很痛 可是后来我也觉得 也还好 因为就算我如果真的没有学校好了 我再回去申请美国那一间 可是我多学了一个语言技能 我觉得是有意无害的一件事情 嗯对对对 就是对啊放弃真的是蛮困难的 那就是你提到的 第一年应该就是都在学德语 那你的德语其实是怎么准备的 嗯我在台湾我也有提到就是我在台湾 就是大学有一定要必修第二外语一年 我那时候就修德文 嗯然后呃从德国参访回台湾之后就更加深 我觉得我想要真的好好学这个语言 所以就有开始在台北歌德学德文 但是嗯我觉得要到德国来上语言学校的话 最好在台湾是学到呃最少最少 啊啊啊啊啊啊要学完 要学完对因为我在台湾只学到真的保证 就是啊啊学完 嗯可是到德国的语言学校来的时候 我我还是在啊啊就是意思就是 德国的啊啊就是以台湾的定义 因为台湾的啊啊以德国的定义是啊怒 A0的意思 对就是这里的语言学校不会再从 嗯那个字母发音开始教 它是直接开始课文 啊OKOK好 那可以问一下你之前的德国的语言学校是在哪边吗 你也是上哥德吗 不是上呃在科隆 他在柏林科隆慕尼黑跟海德堡好像都有分校 啊OKOK了解好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是上哥德那一派的 他们就都会只上哥德的学校这样子 嗯我上的那间是比较多重于升学考试的语言学校 好就是说你这样大概八个月 然后就准考过B2吗 你那时候是要求到B2还是C1 学校要求B2 然后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 本来其实学校一定会有一个给你一个就是弹性期啦 一般是给在你先入学 然后一年内补教这个语言检定证明 可是那但是这要看跟你面试的那老师自己的决定如何 那偏偏面面试我的老师是不准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就说可是这样那时候我剩两个月要入学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最少最少考过B1 啊OK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教了B1的证明 然后以前入学之后再慢慢补到B2的证明 嗯嗯好 然后再来就要问一下就是 在德国其实你对于服装产业的 这个产业 服装设计这个产业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之前有就是观众会问我说 他想要在德国念服装设计 可是他其实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样子 对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用好或不好来直接 这不是一个非黑紫白的一个问题 他就是他可能不像周边几个大国 比如说英国啊意大利法国这么的让人有这种想象空间 对对对 德国是比较他就是实际 可是你要说他很实际都不能有花样变化也没有 他还是很尊重学生本身的走向跟一个特质 但是德国出名的品牌也就那些都是自己的功能性的嘛 所以会给大家有这样的认知 但是他在教学上面不是这么死板的态度 了解对 那就是说你在教学上面 你就是有就是老师会跟你觉得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在台湾你可能也是工业设计嘛 那在这边也是服装设计 就你觉得教学上面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冲击感觉吗 哦非常大的冲击 对 因为在台湾是我们的教学 Net 学习方式是学期初大概分我以大二的时候来说 大二就是每学期会有三个三个项目 比如老师给题目然后大家就讨论这个题目 那到大三开始我选了交通运输组 那就是一开始也会是有一个题目老师会比如说 好我们的这学期的方向是小行车或怎么样 好大家就自己找自己题目做 可是这位老师不给题目的 嗯了解 所以我前面两年就真的傻傻的在等老师开题 那你这样什么都没做吗 我就是乖乖要上的课跟着上 然后要一起做的团队项目跟着做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大家每次meeting都有东西可以发表 啊我都没有啊 我就在想老师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开题的 到底为什么不跟我说 就老师我问老师老师也跟我说 啊你就自己想 他就想自己想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很后来两年过了我才突然有一天开窍 发现哦对也真的是自己想 就是自己找自己想做的方向 风格跟题目 老师只会跟你讨论 除非你有拿出什么 他才有办法继续 他等于是一个引导的功能 他不是一个告诉你指挥的人 嗯哼了解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 对台湾学生或者是亚洲学生可能会比较不能适应 或是比较长时间适应的问题 嗯哼 对啊好 然后刚才哦你提到大一大二大三 其实你念的是diplom还是念master 你说在台湾还是在中国 德国 德国是master master ok好因为我刚才我刚才听的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前两年我就想好奇的问说 呃你在语言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克服的 因为可能刚开始进去也是非常辛苦啊跟同学之间 我之前有听到别人是说他可能跟同学上课他其实就只能听 他没有办法表达意见 因为他表达不出来这样子 对 嗯哼 我觉得那一定都会有那段期间 甚至就是别人在讲什么讲到后来我也 基本上没在听的啦 因为听有听也没有懂啊 哼了解 就是当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语言学校学的跟 嗯 当我直接生力其境上课跟当地人说话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德文 嗯 他们不会再讲的像语言学校的老师那么的慢 嗯 所以 然后又用了很多这种 嗯 真的很难懂 那再来 好了总上我听懂 花了一年我听懂了 可是当我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再想一下到底该怎么说 比较好 等到我想完会也开完了 不用讲 哦 了解 我觉得这好像确实是大家前一两年要经历的事情 就是 没有办法真的马上接轨 好 然后再来就是呢 你目前算是自己开业嘛 那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就是在自己做事业这件事情上面 嗯 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到要开始行销的这一步 就我还基本上还处于前置作业的部分 嗯 因为我本来应该要三月毕业 可是因为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到九月中才毕业 所以就算一切还就是才刚刚在起步 嗯哼 那我觉得目前我面对到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在一个品牌在建立的第一步 嗯 在前置作业的时候 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品牌形象 嗯 那品牌形象的话 我不会 那我可能就是给更多的 嗯 比如说image的部分 嗯哼 那我常常会收到一些评语是 嗯 哦 我不懂时尚 嗯 嗯 都不知道设计师在想什么 啊 那敢不成为 类似这种的 评价 可是我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 就是设计师跟大众认知上的一个落差 嗯 就是他们的以为是 我这样做 啊就要大家这样穿上街 哦 其实是没有 对对 形象 对 服装伸展台 它不是一个参观选购的地方 它是一个 给大家看这个品牌 或是这个设计师 它的主打风格 这一季或者是未来 对 做法 跟风格大概是什么样子 其实跟 概念车展是一样的意思 哦 就是我们去看车展它会出概念车 可是概念车不是现在就能开 它可能是往后的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发展目标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个 相关知识不普及造成的问题 了解 就是可能看秀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要买它的衣服穿在身上 而是给自己更多的idea这样子 对或者是你看一下这一季的可能 嗯 它的风格色彩或者是它主打什么东西 了解 好 然后再来就是呢 身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觉得 你在工作上面有觉得哪一个部分 是你觉得最最麻烦的吗 比方说 假设是设计 或者是说到真的把衣服做出来 或者到最后你要把衣服套到model身上 你觉得这过程当中是哪一个部分 你觉得最辛苦的 嗯 最辛苦 嗯 我觉得打版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版型基本上没问题 后续车缝剪裁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就是打版的问题 OK OK 好 那再来就是呢 嗯我个人想问的 就是身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你对于快时尚的想法是什么 对 这问题就是像我写的真的会得罪很多 就是 嗯 我个人是也会买啦 就是 嗯 学了之后会更发现 诶又买得不做得快 就 嗯 但是如果我自己以我的立场 以身为一个设计师的立场的话 我也不愿意我的品牌被贴上快时尚这个标签 因为快时尚它其实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很快推出啊 嗯 但是品质 然后它的质感 嗯 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像高定量的程度 嗯哼 了解 对 嗯 我觉得在德国这边吧 就是在台湾人好像对于德国说 之前有个迷思就是来德国可以去逛那个Premark 这一间店 我不知道 嗯 然后我非常 我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会有人推荐Premark这间店 因为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参加party或什么 需要一个晚上的衣服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 哇超级不推荐的 好 就是我个人突然想到了 好 那再来就是呢 你会想要给想到德国念服装设计啊 或是你们这个相关的或是工业设计也好 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他们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切身之痛 因为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是很会投其所好的人 就是我大概可以看这间学校的网页风格 然后他们 我大概就会到这间学校想看什么 喜欢看什么 那我的作品及我的这个什么动机性 我就会往那个方向写 就会让自己有比较高的几率被选中 嗯 那当然我也录取了 可是后来其实我有点觉得 德国很看重的是自己 你自己的个人风格跟学习目标 还有学习方式跟这间学校合不合 我之前有看到你一部影片说 德国有没有名校这件事情 嗯 对 我就觉得有讲到我的心里啊 就是他们是没有名校 就是纯粹是挑 你自己觉得这间学校的教学方式 适不适合你自己 那我当时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有上就好啊 结果上了之后 其实我的适应期很长很痛苦 就是因为其实这间学校的教学风格不适合我 他们是走比较 比较西匹比较艺术派的这个派系 那我不是 我是有点比较偏现实面一点的人 所以我的磨合期非常长 那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告诉 如果还想要来德国念书的人 一定要认真挑学校 最好的方式 最理想的方式是 其实每间学校尤其有设计学院 或是艺术学院的学校 他们每年 应该基本上是寒假前我们的春 也就是春假大概二月做的时候 会有一个 Hokshul Tag 就是类似成果展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就是已经想好的学校名单 你去就是到处去看他们的期末发表 大概可以看到自己哪一间学校的做法是比较符合自己的 然后因为在这种 对 在这种春假展上面 他们也会开放一点像 像配合 就是呃 就是什么 说明 对对对 对 好 可是这样我就想问了 就你刚才非常直接的讲了 就是这间学校的教学风格可能不适合你 那这样你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 就是你当初没有想说真的不适合 是不是要转到其他学校吗 还是你就觉得自己去找一个平衡点就好 我有想过要转学 有时候我还想一想 啊转学程序怎么那么难啊 就 算了啦 就还是留下来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嗯 我的研究是在我这一届之前 他们是没有收亚洲学生的 嗯 对 所以 我是他们第一届开始招收亚洲学生 那 他们 我有磨合期 他们也有 他们也要抓 这边的老师也要抓到一个 到底我要怎么跟亚洲学生相处 或者是 怎么样的教法对亚洲学生比较好 所以我们双边就是磨合了一段时间 也会慢慢找到 跟彼此相处的方式 说起来就很像爱情 对啊 就找到不适合的 然后磨合之后就还OK这样 嗯 了解 好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经营 就是自己的粉丝团 这样 一开始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这边生活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件事 让我稍微 惊一下 所以就想说 一开始是想分享这种文化冲击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小 小琐事 小趣事 可是后来就发现 欸其实某个层面 这个对我来说 也变成是一种 情绪的抒发 因为常常我在 比如说学校或路上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想要找台湾的朋友 有诉苦或者是大聊 然后我看一下时间 啊台湾的人都睡了 我是要找谁聊 所以就 就会觉得 算了 就做吧 我就打在这上面好了 然后慢慢的也就变成 有些内容就会让 我也不知道这些内容 竟然会让很多人很惊讶 或者是觉得很神奇 好然后呢就 你目前经营的粉丝团是台湾 台籍女子在德国的 吱吱渣渣 然后跟在IG上面 可是你目标 你的主力是放在Facebook 还是目前 其实我比 我蛮想要两边都同步啦 可是因为IG有一些问题是 它不能 它会一直把那个图片 有时候会卡掉 嗯 就是有它的那个尺寸限制 啊 了解 所以有时候如果是 我这一篇想要发的文章 可能它的照片是有长的 有横的 这种就有点烦 哦 对对对 你只能把它塞进去 像可能 你只能把它放到另外一个 正方形的图片里面 然后 那你图片会缩小 对 确实 这是它的限制 可是两边 两边客群不同嘛 哦真的吗 对 你有发觉到完全是不一样的 IG的就是比较年轻市场 哈哈哈 可以可以对 确实是这样子 好 如果呢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 可以去支持一下Sara 她经营的Facebook跟IG 她都会分享她的生活 就是 我觉得蛮特别的啦 确实都是蛮冲击的 对 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Sara 给我们分享她的经验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